古代女人怎么玩男人,母女共夫,儿媳妇帮母亲是男人,四男共是一女,这些花招你听说过吗? 著名的女皇帝,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武则天,就是这方面的女界精英,引领唐诗时尚,武则天提倡在性权力上要男女平等,男人当皇帝可以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,女人为什么不可以拥有多人男宠? 于是薛怀毅,张一芝,张昌宗,沈南谬等这类据说洋具超比例粗大,且经历过人的美男,猛男,先后上了这位中国唯一女皇的香榻,那么,古代的女人都是怎么玩男人的? 这些花招你听说过吗?这里是锐历史,和你一起探索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。武则天到底消费过多少男色,史书上并无确实记载,这种事情是不能上点章的。 有学者称,武则天的面首不过薛,二张,沈等四男,实际上应该很多,再弱智的人也不会相信武则天那样守身如玉,男皇后宫家里三千,女皇的闺中逆男也不会少,只是这四个男人威力强大,超著名而已,如柳良斌,侯祥云等朝臣,近世,也都曾是武则天的面首,有不少处男在床上因为表现不好。 不能让女皇帝满意,满足,都让他下令处死了,以至于武则天有几乎晚节,会乱春宫的使节评论。 武则天消费男子的手段与男皇选妃子一样,选宋,派人专门给他物色可异的男人,叫唐叔,张行成传,对此事曾留下文字记载。 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陈供奉,遭意识传统的朝臣剑法。 其中,这么两位女选官表现出色,其一是太平公主,这太平公主可不是别人乃武则天的亲生女儿薛怀裔,张一芝,张昌宗等就是太平公主自己适用满意。 感觉超爽之后,才选送给母亲的合演了一出中国历史上母女共赴的风流。 另一著名的女选官是上官娃,上官娃是当时的宫中女官,后称为中宗李显的公妃,授封结语,这李显是武则天的儿子,上官娃就是武则天的儿媳妇了。 儿媳妇给婆婆物色面首,盖成古今女人男色,消费现象中的又有一奇绝艳闻。 上官娃与太平公主一样都是女中风流,本身就不是好女人,但上官娃色意俱佳,是不可多得的女诗人,情商自然也很高。 上官娃同样也有偷情史,既然给女皇选美男,自己也不可能放过风流的机会,跟张昌宗便有一腿,在未成李显妃子时,上官娃便与李显媚来演去,玩过鸳鸯细水的把戏,李显复位后因此才会不忘旧情,公开把上官娃照性。 在霍杰余身份后,年老体弱,后宫拥有如云美女的李显,实际上已不能满足年少的上官娃的肉欲,于是上官娃和武则天的哲儿五三思思通发生了性关系,再后,把兵部侍郎崔石也搞到了闺房,变成了自己的面首。 崔石投其所好,又把自己的亲兄弟崔丽、崔叶、崔迪等推荐给上官娃,创造了兄弟四人共是一女的历史记录。 武则天选男宠,还有一套心经,据说他从男子的外表特征上便可看出其性能力至高低,如果男子的鼻大良直,其羊具一颇雄壮,长得粗长,床上功夫自然不会太糟糕,除了选拔外,武则天的男宠还有引剑上岗,引剑,有自剑与他剑之分,在武则天的男色消费过程中, 两种方式的剑都存在,说白了都是拉皮条,如男宠之一,侯祥云,便是自剑上了武则天的床,旧唐书张昌宗传,记载,左建门卫长使侯祥云扬道状伪,过于薛怀义,专于自尽看奉陈内供奉,柳良宾则是他剑的,不过这个他是他的父亲,上摄凤玉柳摩自言子良宾洁洁白,美须美。 太平公主的男宠不计其数,但有名的男宠有三个,第一个是胡僧会饭,家里有很多钱财,有传言他长得像太平母亲的男宠,很帅,他傍上太平后做了很多坏事,太平仍然把他推荐给皇上,不仅让他当寺院主持,还封了三平官。 第二个是宰相崔石,崔性是低等的豪门贵族,若贯的时候,他当上了个小官,他的上司刚好是武则天的男宠,崔石跟他的上司不仅学习正事,也学习房术,他一开始被上官网包养,凭借他的金主的权势卖官,聚集了许多财富,他把自己的弟弟也介绍给了上官网,兄弟四人一起伺候这个女人。 崔石借着上官网,跳槽到了太平处,太平让崔石当了宰相,但这位仁兄还是没有安全感,把自己的妻女献给了太子和其他对他有用的大臣,他跟着太平一起谋反。 结果被流放了,刚到流放之地不久,圣旨就快马加鞭地赶到了,崔石只能孤零零地上路了,结束了自己作为男宠的一生。 第三个四里程高简,这个男宠是太平与二章争斗的牺牲品,二章是女皇帝晚年时候最得宠的男宠兄弟,一开始是太平介绍给自己的母亲,但随着两人权倾朝野,渐渐不把太平放在眼里,太平很是恼怒,有文献记载,高简是太平的爱人,被二章诬告流放了。 二章流放高简是对太平的一次警告,让他不要与他俩为敌,但太平不是这么轻易屈服的人。 不久后,太平跟随他的兄长发动了政变,杀死了母亲的男宠,算是替他的情人报仇了。 太平公主的私生活是非常混乱不堪的,在生活作风方面,她完全向她的母亲看齐,她的母亲称帝后拥有三千面手,当然这里有夸大的成分。 太平玩男人就像花花公子嫖娼一般,看上哪个就是哪个,不管他背后的身份,当然太平的嫖子不像顽固子弟给的是银子,而是权势。 但是,那些男人抵挡不住诱惑,都做了太平的群下之臣。 太平玩得男人越来越多,渐渐玩出了心得。 开始告诉母亲应该怎样才能让自己更愉悦。 太平公主见母亲的男宠虽然长得很帅,可是没有内涵,太平对男人的挑剔度还是挺高的, 对于只有一副好皮囊的男人是晚几天就能玩腻了的。 所以,他不懂母亲为什么能容忍他这么久。 有一次,那个男宠擅自去了只有宰相才能去的地方,受到了宰相的训斥。 他立马向女皇帝告状,女皇不是真的昏庸无道, 他告诫男宠不要去惹宰相,因为连他也惹不起太平知道了此事, 所有的情绪爆发去质问他的母亲。 为什么偏偏这个男人,他的所谓受到了大臣的讥讽,连累了皇室尊严。 一个这样粗鄙的男人却得到帝皇如此宠爱, 他都不好意思面对那些好一万倍的男宠了。 他把自己曾经用过的男人推荐给了母亲, 认为那个男人有名是风范,而且出自三英氏族,一定不会被大臣看不起。 那时的女皇已经有七十多岁了。 而那个男人正处于最好的年华, 他旺盛的生命力让年迈的女人脸上出现了年轻女人才能有的娇羞。 太平公主的一生都是与政治挂钩的。 他的父母是大唐的政治首脑, 他的两人丈夫都不是普通官员, 不管是本意还是无意都极大卷进了政治漩涡中。 电视剧中给观众呈现的太平公主, 与史书上记载的相差很大, 历史上的这位公主风评并不好,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公主的反面教材, 他残忍娇横,喜欢奢华,离不开男人, 不是一个女子的优良典范。 太平公主富有很多传奇色彩, 他与他的母亲、嫂子、 好友组成了大唐最强妇女天团, 她们的权势在某段时间内凌驾于男权之上, 在女皇在世的时候。 尽管太平参与了政事, 但他的母亲把这件事变成了秘密, 这是为了保护女儿的措施。 太平害怕母亲, 对外也没有发表任何政治言论, 武则天渐渐老去了, 他不想让他的娘家与自己的儿子为敌, 为了减少两家的争斗, 开始促进两家的联姻, 这个时候也开始让他的女儿真正参与朝堂。 在太平的三哥登上皇位后, 他逐渐走到台前, 受到了重用, 但他的三嫂和侄女害死了哥哥, 经过争斗, 太平帮助了自己的小哥哥成为皇帝, 因为这个功劳, 皇帝赐予他很大的权势。 这个时期的太平, 不仅是处于个人人生权势的顶峰, 也是唐朝所有公主的敌人, 但公主生命的结局却不好。 史书记载他因为谋反失败被新皇赐死, 可有野史说公主没有真正谋反, 是新皇害怕他拥有的权势给他的皇权, 带来了威胁, 用阴谋害死了公主。 太平公主一生有八个孩子, 四子四女, 与第一任丈夫薛驸马生长子重训, 次子重检, 大女儿薛氏, 小女儿薛氏, 被封为万全县主, 她和第二任丈夫也生了四个孩子, 大女儿五世, 小女儿永和县主五世。 大儿子五重年, 小儿子五重行, 太平所有的孩子在他们生命的前半段享受到了富贵, 可是因为受到了母亲谋反的牵连, 三个儿子在还没到儿立之年的时候就死了, 只有薛家二儿子逃过了这次株连, 但玩景并不好, 太平女儿们的结局比兄弟们好, 在太平谋反失败时, 他的女儿们已经都出嫁了, 连累不到他们身上。 古代中国诞生过很多有权势的女人, 武则天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, 慈禧, 女后等人是权倾天下的皇后, 而太平公主是公主, 她是李志和武则天最小最宠爱的孩子。 在武则天众多子女中, 太平公主性格和做事手段最像自己, 但母女俩又有很多不同, 这种不同也是造成两人最后结局不同的重要原因。 还是权倾天啊, 大俄琳比阿尔环桃费在日子后, 你的氏环桃费在日子下来的政治, 没关系在日子下来的一项目中, vital美的女将是一项目中的一项目中的一项目中, 当然必须对前来的女将在赛勒干净力充业, 这是有限写之写生过的地球,